松山机场二航夏国内现在三月底要完工了 整个外观的设计非常的特别 采用的是透明挑高玻璃帷幕 把一航夏还有二航夏连接在一起 而多出来的空间呢 作为景观咖啡厅可以开放给民众参观 未来可是啊 这个不一定要去机场外围看哦 那么现在在松山机场就能够看得见 有啊有啊 我看飞机都要冰江街那边去看啊 我每次看飞机我就觉得很震撼 就只要它这样从我头上飞过去 哇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大家都知道 来这个台北市看飞机的地点 就在松山机场旁边的冰江街 不过要告诉大家就是 以后看飞机还有一个一个新的地方 在哪里就在松山机场里面 哇现在来到松山机场的外观 发现真的不一样了 还记得吗 以前一航夏跟二航夏中间是不相连的 不过现在呢 外面多了一个玻璃帷幕的连结大道 里面就是可以观赏飞机的景观咖啡厅 长什么样子一块来瞧瞧 未来松山机场的咖啡景观厅 就像这样子的画面非常漂亮 以后是采用全部挑高的玻璃帷幕 而且呢飞机呢就真实在你眼前 飞过去飞过来 你还可以全程看到整个起降的画面 不试验旅客它也可以一般民众都能进来吗 那个旗翼属于飞管之旗翼 第二航夏做一个装修 那呈现了就将来比较新银的一个柜台 还有整个地砖都会都会比较我们国际线 这边采取这个花钢石的地砖 其实直航松山雨田让松山机场更活络了 未来三月底二航夏落成之后 一航夏二航夏将会区分为国际线国内线航夏 一起服务旅客